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涨跌密码 来看今天台北股市在月线附近震荡 中场下跌三点 收在12,699点 成交量是2,079亿 那键盘是如何做解析 我们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欢迎到是大宇国际投顾 张宇明分析师张老师好 婷君好 投资品好 大家好 第二位欢迎到陈一群分析师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键盘上瓜长沃 赶好为您来请教 张宇明分析师 好的 台股在这里已经盘整了一个多月 在这里盘整 通常涨一波之后 大盘已经涨了4,508点 大涨一波之后的盘整 有可能就是要盘头 因为它已经涨一波了 如果没有后续更高的动能 更高力度来推动它 那这个地方就会形成所谓的盘头 大盘的盘头 通常会盘得比较久一点 我们看这个图 大盘近期出现两根巨量 尤其这一根3,474亿 这是台股的历史天亮 从来没有这么大量 那我们这两根3,400亿的量 当然是形成两根的黑K棒 这一根跟这一根 就两个门绳 看懂吗 那目前大盘整了一个多月了 今天的格局是开高走低 上影线加黑K棒 总共有103点 这当然是对大盘比较不利的 那如果盘完之后 我们刚才讲过 没有更大力多 没有更高的动能来冲 那对不起 就是要开始往下修正了 这另外你要非常小心 好 那我们看有些个股 为什么要讲这些股票 这是被动元件 一个新加入的客户 他就问我说张老师 这一档你都没有讲 他买了几档被动元件 都套住了 相对大盘 这一段涨了4,000多点 他的股票完全没有跌 几乎是可以说跌了2,000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和生糖 从138跌到96 这样跌下来 大盘在涨4,500点 他完全不涨 来另外一档 大益也是一样 当然我都会问他 我常常都会问客户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股票 大益很会飙啊张老师 有一点他飙好几十倍 我知道 以前他英雄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很厉害 现在已经老人家 跑不动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段 大盘涨4,000多点的背景 他从86跌到64 这两档股票都是近期 他觉得为什么很纳闷 为什么很会飙的股票 尤其和生糖还当过台股的股王 最高999 那为什么最近都涨不动 虽然很多人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都是缺乏一个 关键的一个技术 他没办法突破 他不晓得为什么 为什么这股票涨不动 买进去后才知道原来这是高点 深陷其中 不晓得怎么办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如果股票操作 像看这两个东西一样 这是鸵鸟蛋 这是鸡蛋 如果这么简单 就没有人会做错 大家知道这一定是鸵鸟蛋 这小的一定是鸡蛋 你不可能把它当作鸵鸟蛋 这个当作鸡蛋 不可能 但是股票市场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它复杂太多了 那我们如果刚刚讲这两档股票 到底要如何来判断 判断的方法几千种 可能有效 可能没效 这爱民一贯用什么 我一贯用股神系统来判断 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为什么和生糖不对 当然你不是今天才知道 你早就知道不对了 卖出讯号 每一个卖出讯号 蓝色绿色都是它的压力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这四个月这么多压力 这么沉重的压力 尤其三线架构支离破碎 它怎么可能涨得动 所以这种股票我不会去介入 不小心你介入你就会受伤 一套可能就是四个月 好另外一档大一也是一样 当股价来到最高点 你会以为它很棒 你不晓得这个地方 根本没有翻多 看到吗 这近期四个月的高点 根本没有三线翻两 如果你买进去 一路向下来 你说这里红棒 对不起 它没有突破压力 看懂吗 第三线很短 代表动能不足 这种股票你要看得懂 看得懂之后 这一段你是不可能买它的 就我的操作理念 我是不可能买这种股票的 因为它从来没有 这一段画面从来没有三线翻多 我们刚刚讲过 这里好像很漂亮 这里没有 这里还是跌破 它并没有三条线 通通翻两 因为这条线这么短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 这一段就不用讲 都在空头割去 所以我们这一段 你根本就不可能去买它 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那整个被动原件族群 其实最近买进的人 都伤得比较重一点 包含信仓店 你看这一样 一大堆卖出讯号 这表示它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通常看到这种股票 我们都是净而原之 就像现在一样 每个人带口罩出门 那如果你看一个 一再咳嗽 三远一点 它还被它传染了 一样的道理 同样就是这个逻辑 当然很多问题 很多卖出讯号的股票 我们就稍微闪远一点 有人跟你说 这股票很好 谢谢再联络 我暂时没有兴趣 就是这样 懂意思吗 所以你看懂这个道理之后 你不会买这种股票 国序也一样 这不一大堆卖出讯号出现了吗 所以你看这几个月 从5月到现在已经 9月2号了 你看这个阶段 漫长了四个月 张艺民从来没有 在解盘过程里面跟你讲 被动元件 国具 华兴科 信仓电 和声堂 这股票很好 从来没讲过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这种格局 所以我知道它不好 所以我不会去买这种股票 你看这里好像要涨了 没有 第三线这么短 架构不对 所以这种股票 我就不会碰 我就不会买 还有一档叫华兴科 一样 你看懂吗 这格局是支离破碎了 三线出现一大堆卖出讯号 所以这种股票 我就不会碰 那当然就可以保平安 现在看的是被动元件 其他族群又何尝不是 如果出现这种架构 我们就对不起 再联络 给你说 谢谢 再联络 你自己去买就好 我没兴趣 万一买进去就套在里面 动弹不得 对不对 那就惨了 好 那我们看另外这档股票 叫原战 这里 大概四十块 今天是146 那如果买了这种股票 天啊 那多爽啊 那如果买了这种股票 不是每天都很难过吗 晚上都睡不着了 对不对 那如果买了这种股票 多开心啊 所以股票要怎么挑 答案不就出来了吗 一个鸵鸟蛋那么大 一个鸡蛋那么小 你要挑哪一个 如果同样都是三块钱 你要当然挑鸵鸟蛋啊 三块这么大 对不对 但是鸡蛋这么小 假设他们营养成分都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们看这股票 有没有卖出去呢 没有啊 三线交给我们很漂亮 有啊 你再看刚刚的 这有很漂亮吗 没有啊 这个有吗 没有啊 这个有吗 没有啊 所以是不是很简单 你就会挑到正确的股票 你就不会去买到错误的股票 对不对 你看这不是涨一倍 涨两倍了吗 当然你看到这股票涨起来 有时候张爱敏 这跟你好像没有关系 有啦 我之前有讲过啦 有没有 8月份 其实我只有讲过 一档股票是泛多的 一个族群 那个叫光电 光电里面 我讲出 翻开给大家看 这一档股票 那一档股票叫做原战 对不对 在8月4号 当天的解盘影片 2点14分07秒讲 这档股票叫原战 当时60块 来 今天146 有没有讲 有啊 那我当时看到什么架构 我再看一次 我当时看到的架构 也是很漂亮 看到吗 虽然不是最低点 但是它也是很漂亮 三线架构是完整的 这里60 只有你看今天 头这边 来 今天到了146了 所以我们在上涨过程里面 没有一个卖出去 那三线架构都非常的完整 所以我刚刚已经把 挑股票 选股票的最重要技巧 跟大家讲了 那如果你用这种方法来挑股票 你就会挑到 怎么样 挑到像这样的 鸵鸟蛋 懂吗 你不会买到这个小鸡蛋 它也长不大 就这么一个小鸡蛋 那这个不是你要的 所以选股的方法技巧 说难非常难 因为大部分都挑错了 你看刚刚这股票错的股票 一大堆的买 买了被动人件 你现在这三个月 赵亚明讲了三个月 讲到投资人打电话来骂 为什么 国际营收创新高 22个月新高 赵亚明你说不好 你到底有没有资格当副医师 当然现在表示我有资格 因为股票真的跌下去了 不是吗 那投资人很会认为 一个错误的观念 把它当作圣旨 好像这个学生 这个很会考试的学生 他就是一定将来当总统的 也不一定 不是吗 他考试很好 那个品德就很好 考试跟品德没有关系 很多高智慧的犯罪 头脑比谁都好 那做犯罪 不是吧 所以营收创新高 股价就一定会涨吗 当然不是啊 谁跟你讲是的 赵亚明上电视解盘 超过20年了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 营收创新高 股价就一定会涨 从来没有这种事 不是吗 那如果会 今天国际华新科 他就不可能跌成这样 国际华新科 营收创20个月新高 22个月新高 为什么股价一样跌破半年低点 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不要以为营收创新高 股价就会涨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这样懂意思了吗 好不好 来 所以我们说股市赢家 抽出的最低要有依据 你没有依据 你用错误的依据 当然你就是成为 股市里面的数价 股票没有那么单纯 看一个报纸 营收创新高 然后买就会赚钱 如果这样 没有人要上班的 摄影棚也不会有人 大家都看营收创新高 赶快去买 赚大钱 对不对 那摄影棚 谁要来当摄影师 营收创新高就好了 不可能 不要那么单纯 好不好 我们再从成交值盘 来做一个切入 你看这些股票是什么 来 台积电 半导体 这个IC设计 龙头 联发科 PCB 光学 PCB 这个IC设计 光学 这个电脑 对不对 好 远展 我们刚刚讲 光电族群 世新 又是IC设计 上尾头 做风电的 又是PCB 面板 被动元件 所以你看到 这些成交值排行榜 最前面的股票 有量有价的股票 请问都什么族群 就是固定那些族群 哪些 半导体 IC设计 PCB 新兴蓝电 金像电 不是吗 好 生计 国光生 保龄副 等等 光学 益晋光 大力光 被动元件 刚刚讲国具 华兴科 第一论 南科 华通 望虹等等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 所有的 这些族群 就是目前 占据成交值排行榜 市场 最多人买的股票 成交值 最大的股票 都在这七个族群 可这个七个族群 到底对还不对 我已经讲很多天了 几乎都不对 走在前面龙头 每个都好像生病了 还没有一个 三线架构很完整的 你说这个盘 要冲到哪里去 为什么今天又开高走低 上影线加黑K棒 102点 答案很简单 懂意思吗 好 这是孔子在 论语泰博篇讲的 唯邦不入 乱邦不居 你要把这话记起来 这非常非常有道理 看到一个家庭 夫妻在吵架 兄弟在拿刀护砍 有时候因为一个选举 理念不同 一个民进党 一个国民党 两个就打起来了 打到牙齿都断了 这时候很简单 如果你跟他 非常非常非常好 劝个假 但是小心搞不好 你会被打到 那如果你跟他不是很好 普通的关系而已 看到人家打架 本来你去拜访他 哎呦赶快跑 你进去干嘛 进去他也被刺一刀 两个都吵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人家在乱了 有些人要去旅游 也是一样 你要到一个国家旅游 这国家霍乱 又是内战 你进去干嘛 大概被子弹打到 给衰 是不是 所以孔子你看几千年前 几千年前讲的话 都有道理 为邦不入 乱邦不居 告诉我们 不要去臭热闹 这国家在乱 这个家庭在乱 我们不要去 跟他混在一起 他会倒霉 就明哲保身 那做股票 也是一样的道理 卖出去到一大堆的 对不起 这股票我不要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有这个观念 为邦不入 乱邦不居 所有那些被动 原件的股票 你根本不会买 懂意思吗 你会买国区吗 你会买华星科吗 都不对 一大堆卖出讯号了 你不会去买那种股票的 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了 两个蛋你会不会挑 当然会 这鸵鸟蛋 这鸡蛋 所以你不可能挑这一颗 你挑这一颗 对不对 好 原展 涨三倍 涨两倍 来 线线很漂亮 你看这线型都很漂亮 没有卖出讯号 三线架构很完整 来 大力光呢 卖出讯号一大堆 三线转空 你买这种股票干嘛 郁金光 早就出现卖出讯号了 这一名出现 第二天就给你提醒了 你看到现在 一个多月了 涨不动 你买进去卡在里面 动弹不得 不是吗 你买进去会赚钱吗 好像赚不到 对不对 这一段会不会 会有 这一段会有 这一段对不起 没有钱赚了 因为卖出讯号已经出现了 看懂吗 所以股票就是这样买而已 不是这样吗 哪一档不是 热硬 前面一段涨13倍 对不起 你看从6月开始 6月初 7月8月到现在9月 你告诉我有涨吗 你买进去 不会套脑赔钱吗 为什么 卖出去那有一大堆吗 1 2 3 4 5 6 三线跌破转空 或是很不完整 对不对 两线翻多 第一线没有翻多 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形 围帮不入 乱帮不拘 三元一点 那不就对了吗 所以 升级股会不会买 当然不行 这格局不对了 好 国官升 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 为什么 架构不对了 卖出去那已经出现 架构不对了 看懂吗 所以你这一段买 有钱赚 这一段买 你就会被套了 你不要被套 没有关系 你被套一个月 被套两个月 那叫你的时间 成本 你就能把这些时间 拿去 钱拿去 做其他股票的投资 搞不好 你买到 刚刚讲的 原涨 涨三倍 对不对 涨两倍 那不是非常开心吗 那你买错了股票 卖出去那出现 三线架构不对 唯邦不入 乱邦不居 买来套在里面 动弹不得 甚至可能会让你赔钱 对不对 好 第一论 对不对 当然不对 这么多卖出去那 你买它怎么会赚钱 万宏对不对 当然不对 你看今天打破 半年底点 一大堆卖出去那 怎么买 所以赵一鸣这几个月 有没有跟你讲 低论好 绝对不会 原因是什么 卖出去那一大堆 我怎么会跟你讲好 这是个道理 那这个就好了 懂吗 那这个呢 那这个就不好 懂意思吗 这个我有没有讲 一定有讲 8月4号就讲 好不好 好 鸿海对不对 不对 1 2 3 4 5 6 6颗卖出去 那怎么会对 那你买了两个月 会不会赚钱 不会 你赚不到钱 为什么 这格局不对 看懂吗 所以这种股票 一大堆卖出去 他了三线架构不完整 就不要去碰 可乘 很多人买了可乘 那你问他 你为什么买可乘 说老师可乘很会飙 股性非常好 就是很会飙的意思 像中港股性就很牛屁 他不太会动 股性不好 可乘就是股性非常好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买可乘 我知道 但是你最近买进去 都套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一大堆卖出去 好了 股性变不好了 看到吗 格局不对了 看懂吗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 你就会套在里面 你就会赔钱 你就会浪费时间 浪费你的机会成本 好不好 新闻消息 华为怎么样 被安卓屏蔽 屏蔽完之后 屏蔽就是把你挡钱的意思 大陆话叫屏蔽 屏蔽完又怎么样 以后你可能就没办法 去下载这个系统 下载安卓系统来使用 所以怎么样 华为可能会出货 手机出货会受到影响 这当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新闻 因为华为现在市场 全世界第二名 台湾很多华为概念股 不会因为华为出不了货 它的订单减少 但会影响到整个股价 好不好 好 第二个新闻我们看 590亿冲击 美光断货 一样 华为 又是华为 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低论 对不对 好 美光 两个新闻都一样 美光断货 华为 冲击到低论 当我们看到 这个新闻的时候 投资片 你想想看 你现在去买 旺红 你去买 这个2408 你买这个 蓝科 你觉得你后悔了 因为股价涨不动 一直下跌 赵爱民最少跟你讲 三个月了 懂意思吗 但你看到这个消息 找不到几个月前 订单就减少了 那不然股价 为什么涨不动 可是你看不到 公司派不发布 压着你怎么会知道 赵爱民股神系统看到了 卖出去一大堆 所以我跟你讲 你不要去碰低论 好不好 来 看懂吗 你碰也没用嘛 买进就套牢 对不对 你买进就准备套牢了嘛 答案是不是很简单 好 股王联发科 当过股王联发科 最近拉回幅度不小 今天短线盘谈 这里763 这里551 拉回212块 为什么 原来已经三线转空了 看懂吗 转空的时候 赵爱民有没有告诉你 好像有 827号 解盘的影片 下午2点4分09秒 赵爱民会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了 有 充满现在临走 区域线快要跌破了 有啊 跟你讲很清楚啊 看到吗 17号讲的 格局不对了 18号跌零吧 然后后面就开始跌了 真的都有讲 而且事先讲 不是事后吹牛 好 瑞宜对不对 两个麦术讯号 三线再临走 当然不对 原因像一大堆麦术讯号 非常的恐怖 好 林勇也是一样 一大堆麦术讯号 这都爱惜设计 一样 两个麦术讯号 三线跌破转空 创为四个麦术讯号 短线反弹没有用 世新三个麦术讯号 高档出去麦术讯号 格局都不对了 好 南电PCB的 对不对 出现麦术讯号 三线 第二线 第二线非常脆弱了 第一线还可以 但这两线涨不动 一样太短了 会影响到它涨势 好不好 好 新鲜也是一样 出现麦术讯号 这两线一样很短 动能不足了 好 鸡像电也是差不多 看到吗 稍微好一点 因为已经重备理 股价这里低 股文线很高 这里股价创高 股文线大家不大起来 这叫严重的背离 好 真顶 这个都不对了 刚刚那三档PCB还可以 现在后面的PCB都不对了 好 真顶 麦术讯号 一大堆三线走空 见顶 麦术讯号出现三线转空 好 滑通 发利多 股价涨不动 看懂吗 已经出现麦术讯号 利多就没有用了 这样已经放空 滑通三次 都会补了 下次找机会 还要再空 好 文贸 格局不对 三个麦术讯号了 环球晶 这都上贵的股票 一样出现麦术讯号 三线破两线 第一线在临州 双红出现两个麦术讯号 跌破了 格局不对了 智庸 一大堆三线走空 加登 一大堆麦术讯号 三线转空 这格局都不对了 群联 一大堆麦术讯号 三线转空 都没有看到吗 系列 一大堆麦术讯号 格局都不对了 四季钢 这对了 你不要乱空 空四季干被修理了 这三千多头格局 少数了 好 原载 这对的 没错 微星不对了 开始跌破了 出现麦术讯号 第一线快要跌破了 这格局不对了 台大电出现麦术讯号 转落八天了 好 单纯买卖点赚小钱 多空转换赚大钱 现在又到了 赚大钱的机会了 为什么 大盘 电子股 金融股 上柜全部都不对了 我昨天讲很清楚了 都能出现 好几个麦术讯号了 所以接下来做什么 多空转换的 股市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小族都可以变英雄 小族为什么变英雄 因为在多空转换点 他做对动作 他就有机会变英雄 懂意思吗 好 东升文是哪里手机 来扫买的QR Code 扫买要说你是东升文词 并且留下姓名一个电话 有任何问题 一并留下来 张晏明会尽快跟你联系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婷杰 好 那更多的超车见管 来继续再请张晏明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讲迭密码 进步大盘观察 个股掌握 再把时间交给张晏明老师 好的 什么条件会嘎空 尤其在盘整的时候 人都想放空他 放空他 可是你不要乱空 你乱空会被修理的 我们看什么条件会嘎空 两个条件 第一个 龙卷鱼饵非常高 不是龙脂 是龙卷空单的鱼饵 第二个 卷脂比很高 那这个资料可以查得到 这叫龙卷鱼饵 看到吗 目前最高的这个乱七八糟不讲 来金像电 对不对 星星 PCB 还有什么群创 还有呢 还有蓝电都是PCB 还有什么 四季钢 国光升 生计 这个四季钢 对不对 好 那哪些股票可以空 哪些股票不能空 不是空单很高 卷子比很高 它就可以空 不是 还有什么条件 注意听我要跟你讲什么 来 四季钢对不对 对啊 三线架构对不对 对啊 趋势翻译充马丁动充配 它对的 所以你不能空它 你空会被修理 好 群创呢 群创日线对 有背离 因为这里创新高 股价创新高 这里没有创新高 有背离 有背离 它走势不会很强 周线不大对 为什么 门口还有压力 我有跟你讲过了 所以它的擀空力道 就不强 虽然前几天出现 108万张 可你看最近走势 有没有很强 没有 为什么 没有很强 因为格局不是很漂亮 好 这个配额就是这个道理 赵亚敏股市第600车 里面有讲到这个道理 好 南电呢 这段很多人放空 被嘎到哇哇叫 嘎了一倍以上 目前呢 出现一个卖出讯号 第一条有没有跌破 没有 收盘线动物线比较弱 动物线比较弱怎么样 表示啊 车子没有油 它可能要休息 但它没有转空 只是卖出讯号出现而已 要整理而已 好不好 新鲜格局一样 两线比较弱一点 但曲线还没有跌破 好 吉祥电影是一样 三线的格局怎么样 当然比较短 有比较严重的背离 但它没有跌破 好不好 好 金电呢 对不起 这个嘎不了空 你看一个月前的高领在这里 有没有办法嘎空 不但没办法打下来 因为它趋势跌破了 三线架构不对了 变成空头格局了 它嘎不了空 所以什么条件不能嘎空 三线架构不对 卖出现要出现 那就有可能嘎不了空 好 所以我们说有的股票是不对的 像什么 像康纳箱 对不对 像什么 还有什么 我们看一下 股票后面有 康纳箱有没有嘎空 没有 为什么 盘几个月了 一大堆卖出现要怎么嘎空 三线架构不对怎么嘎空 所以龙卷很高也没有用 这样懂意思吗 三线架构只要不对 对不起它嘎不了空 还有吗 来 郭光森 格局对吗 不对啊 卖出现要一对 嘎不了空 好不好 好 股票上涨一定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趋势翻扬 充满定 动用充沛 这三个条件没有吻合 对不起 嘎不了空 好不好 GIS 我昨天有跟大家讲 这条线怎么样 很危险 看到吗 昨天还很漂亮 这条线怎么样 今天就差一点跌破 在零走附近了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再看GIS 这里给它模拟分析 那模拟分析完 你会发现怎么样 这格局是不对的 看懂吗 所以曲线上不去 栗珊也是一样 给它模拟分析 它是上不去的 所以这比较危险 好不好 这个都比较危险 好不好 来 技嘉高档水卖区 格局不对的 来 这个呢 景德 涨不动啊 你买它不对了 看懂吗 这个一样 为什么资邦景德 景德涨不动 你怎么买这种股票呢 看到了吗 说起来很简单 可是你要把它突破 这个缺口很难 很多人不会乱买 那你买这种股票 它怎么涨啊 你告诉我它怎么涨 当然套在里面 卖出去还有一大堆 单纯买电赚小钱 多空转换赚大钱 现在又到了多空转换时刻 小族要开始变英雄了 好 投资朋友 你可以拿手机 扫描这个QR Code 扫描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赖里面发问 老师我买这股票 买多少钱 就像刚刚讲的股票 你买资邦 你买景德 你买很多 莫名其妙的股票 都涨不动 买了被动元件 为什么它涨不动 张老师 你可以传个股神图 给他做参考吗 可以的 赵安明会最快速度 给你解读 或许这个就会有一天 会打通你的认读额 你就对照一下 报纸发力多 那股神系统怎么出现 卖出讯号 而且前面一大堆卖出讯号 你就知道你不能买了 那你买进去 对不起套牢 赔钱 所以我们很需要 做一个好朋友 有任何问题 可以发讯息进来就可以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停轻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 提醒光评了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师 个别有价 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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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